作曲 李宗盛 这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未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脏气 平凡都可有美 凌事天补海深 亦要撑起 爱不需说道理 吸引口气突破冲开距离 仍是每天一点 爪转机 仍高贵是你 如何高胖想你 无论彼此身份 如强烈对比 总是根捷力疲 若有你就有惊喜 都不忍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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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找你 不忍舍弃 但是我必須要乱 怎样买 但是我需要乱 我希望你把我给了 他 reviews 我可以给你 上光了 我让你去 我甜蜜蜜蜣 我可以吃 好了 起來… Ryan? 起來 你在做什麼?我在哪裡? 在哪兒? 你剛上完天堂了 在哪兒?這樣也不記得 我怎麼這麼禽獸? 有什麼禽獸? 那就好了, 長大了 你以後見到什麼女兒都不怕了 Yes… 小子, 但是我怎麼這麼失控? 你這杯飲料下了東西嘛 全部人都是這樣 要不然為什麼會這麼興奮?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我被你累死了 糟了, 爹地, 爹地已經叫了很多次了 爹地 你搞什麼?電話又不接, 短訊又不回 爹地, 你沒什麼事吧? 我沒事, 那裡太吵了 我聽不到電話而已 剛才我還怕你有意外 我差點打電話去報警 對不起, 爹地 去玩就大聲, 別讓人擔心 你知不知道, 你這次真是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這次真是錯 不好意思, 我不是人, 我壞 算了 爹地也不想說這麼多 你知道錯就行了 不過你一向都沒有什麼應酬 為什麼突然去得這麼晚? 有個舊同學的生日會 原來我也不想去 但是Ryan叫我去 其實去就應酬也好 你這麼大的兒子 爹地也很想你認識多一個人 不要經常做裙腳 不過Ryan的人是怎樣, 誰都知道 你沒什麼就沒錢他那麼多 不過他去的地方不是很欺負你的 知道了, 下次不會的 知道就行了, 晚了, 睡吧 晚了 好, 晚了, 晚了 你們是不是超音戰士明麗香 好喝 來, 救命 星期六下午做留在公司 很多事要做, 要不要幫忙? 不用, 打算弄好錶書首尾 不是什麼複雜事, 很快就搞定了 接待會見到的 也不知道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什麼? 看就知道了 雖然我喜歡兔子, 但這隻公仔畫得不太好 不是小鴨嗎? 小鴨? 對, 這樣看就像小鴨, 這樣看就像兔子 想知道這隻是蝦還是蝦? 今晚吃飯告訴你, 蝦還是蝦? 好, 兩位請慢用, 謝謝 炸子雞, 夫妻廢片, 龍井蝦仁, 五柳魚 是不是難得是我喜歡吃的? 你喜歡的東西我全都記得 嘗嘗味道 很有水準 你知道嗎?這裡除了兩碟花生之外 對了, 全部的菜菜都是我煮的 你真是騙人嗎? 不 這個小竹星西餐才會煮, 中餐你也認識? 我有才能, 學不需要太多時間 怎麼樣?今晚的菜菜行不行? 很好吃, 做得很好, 師父 師父, 我說幾句也不相信 這四碟菜是我煮的 對, 今晚的菜菜全都是肉飯煮的 但他怎麼會熟的? 其實他在半年前已經跟學煮的 假如他自己也有煮西餐 很快就可以上手 兩位請慢用 好, 謝謝師父 現在相信 你部署了半年了 是呀, 我知道你喜歡吃中國菜 又怕你不捨得香港的美食 所以就半年前開始部署了 等你遲些跟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都一樣可以吃到好吃的中國菜 對嗎? 你的中餐就煮得不錯了 不過畫畫畫畫得很麻煩 沒有人是完美的 但為了你, 我會嘗嘗我的優勢 其實有些東西就像這幅畫一樣 根據你哪個觀點與角度看 別說誰適合誰錯 所以我不會再逼你作出決定 謝謝你這麼體諒我 其實之前我這麼心急 想逼你快點跟我一起去紐西蘭 是因為我知道這個人太深遠了 你繼續做總理, 你會越踩越深 你不覺得你因為家庭犧牲了很多嗎 對不起, 你一年來真的發生太多事 無論公司也好, 家裡也好 完全令我措手不及 我明白 其實我已經訂了飛機票 兩個星期後飛去紐西蘭 因為國籍動物器本 想過早點去紐西蘭 你放心,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我不會煩你 我想給你充分的時間去想清楚你想要什麼 不過我希望我飛過日都可以來機場 至少我會知道 你會願意遲些來紐西蘭去參與我 所以… 希望我在機場見到你, 給我好消息 無論你最後決定是怎樣 我希望你看回這幅畫的時候 你會記得你是喜歡小白兔 好, 而且可以找回本身喜歡大自然 和小動物的Anson 吃一下 吃我的五柳魚 好, 謝謝 好, 好, 沒吃就好了 好, 晚安, 晚安 Divis帶來電話, 說我和你姐姐吃飯 雖然之前兩個是吵架吵架 突然間沒事了 是就最好了 之前聽他們說他們兩個冷戰 我既然姐姐突然改變主意 不為紐西蘭結婚 你放心, 我一定會看著她 我一定會嫁她出去 你是大兒子嘛, 你弟弟沒用的 你姐姐嫁了之後 CEO的位置十萬萬萬穩定 一定是你坐的 但始終現在爸爸的情況又不穩定 Anson是一向孝順開的 我怕他不捨得走而已 放心, Bivis說你姐姐一定會跟她過去 兩個星期之後就要回覆了 現在是關鍵時刻 我們一定要留意你姐姐的一舉一動 掌握先機 無論什麼事都要比你媽媽快要快 知道嗎? 不好意思, 森地哥 剛巧我的電話沒電了 大家用同一款手機 你介意不介意借電汽車充電來? 好, 送完飯給你 我媽媽剛進了醫院 我怕醫院隨時會打來 如果你不介意, 讓我自己去檢查 包母沒事吧? 醫生說要等嚴血報告 令我今天人很悶悶悶悶悶 放心, 沒事 那我先下去 眨眼睛你長這麼大, 昨晚我還在做夢 夢見你那時候還三、四歲 你媽媽還在 我夢見我們三個人拖著手 一起去買白糖糕吃 吃完之後, 回到家你不肯睡了 你一定要你媽媽說故事給你聽 你才肯睡 你怎麼時光可以倒樓這樣說多好呢 雖然那時候不及現在那麼有錢 不過好像那時候開心點 不過人總是要向前走的 眨眼睛你這麼大, 現在還要嫁人 我年輕的時候, 我經常在想 如果你長大了, 要嫁人 我拖著你進去教堂的時候 我的心情會怎麼樣呢? 很可惜, 現在我不能去參加你們的婚禮 你不會怪爸爸嗎? 怎麼會呢? 你都說我長大了 你不用為我操心的 我好想告訴你, 可以做你的女兒 是我一生人之中最幸福的事 由你做我的女兒 亦是我這一生人當中最大的恩賜 Anson, 我在奧克蘭有些物業 我想送了它給你做嫁妝 不用, 不用, 爸爸 要, 我已經叫葉律師 一會兒和你去律師樓 搞手續 那個不要讓你二媽和三馬次 我懷疑他們多事 謝謝爸爸 近年奧克蘭的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樓價不斷升 其實, 物業的環境是很好的 那一般價錢多少錢呢? 我朋友在泰泰那邊住的 他們說圍起港幣是一千八塊一呎 我當地的年輕朋友不太喜歡買樓 他們喜歡租屋住的 那邊的樓大概一層就五、六十萬左右 好了 俊哥, 你看這個樓盤 在屯門還不是市中心 要買一整片一呎 真是彌補 這個政府又是辣椒壓抑樓市 壓幾更貴 打工仔怎麼買樓?你說 我們想買樓?還是要回大陸了 話說回來, 我老婆想買一層樓投資 大陸樓能買得過嗎? 我認為如果你們有閒錢買樓投資 最好就選擇紐西蘭 紐西蘭?不是紐西蘭投資嗎? 好, 紐西蘭的地價比香港更便宜 以單攤來說, 那邊平均一千百元一呎 還有, 那邊年輕人喜歡租樓 就不喜歡買樓 我朋友在泰泰那邊住的 他們說圍起港幣是一千百元一呎 我當地的年輕朋友就不喜歡買樓 他們喜歡租房住的 阿聰, 你對紐西蘭這麼熟悉 你有親戚在那邊嗎? 我前陣子看電視節目介紹過 我之前問你借過汽車開電 用完了, 還給你 謝謝 手機很漂亮, 可不可以借你看? 好 這款手機殼好像第四代才適合用 第三代不適合用吧? 是呀, 第三代的機殼, 別這麼漂亮 是呀, 很漂亮, 謝謝 俊哥, 記住我身後所說的一切 知道嗎?努力賺錢 你會不會見吧? 沒問題 跟隊伍 你做甚麼? 你上司機殼 就有了 我讓我讓你開動 你可愛的 你後來 是, 姚小姐, 明白 我現在有律師來接你, 約五點 好, 再見 我知道你有古怪的 原來就是你在車裡裝偷聽的東西 我的電話和你的電話相差一袋 充電根本不適合你用 不過你也不會知道 你借了之後也沒用 順利哥, 我…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知不知道要這樣做是犯法的 我不想的, 我只是被迫 你被迫, 誰逼你? 不能說的, 我說了 我連工作也沒了 好, 你別說, 我現在立刻報警 有什麼事跟警察說 不要…我說了… 是三太太給錢叫我這樣做的 我本來也不想答應她 但她說如果我不敢做, 她就解僱我 剛巧我媽媽最近急病進醫院 要籌一大筆醫藥費 不是, 我媽媽只有我一大筆醫藥 又沒有七人可以幫到我 所以我才強行被迫答應三太太 新地哥, 我知道我這樣做是我的不對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過我 我媽媽只有我一大筆醫藥 如果我有什麼事, 她就沒人照顧了 一直以來你偷聽到什麼? 我聽了不久了 我只是聽到你們最近說 紐西蘭地產的東西 你車裡有沒有其他偷聽戲? 沒有了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媽媽只有你一小子 你更加不能走錯, 這次我放過你 這個偷聽戲我沒收 如果你再犯, 我就拿出來做證據 謝謝你, 新地哥 謝謝你, 我答應你 我以後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的 爸媽媽現在的情況如何? 她下星期要進醫院做手術 手術費怎麼搞得如何? 現在的客人很年輕 十八歲, 爸爸慢慢來又如何? 可惜, 真是可惜 早安… 早安… 現在的小妹真的沒想清楚 整件事的三個嬰兒出來 還要想就一起去吊樓 你只是給兒子票, 別管理我小子 這樣很難說 女孩子只有十八歲, 又沒有經濟能力 一時想不開就做錯事了 所以說什麼情況下都要做出安全措施 否則搞出人命就真是大件事了 小心點… 你也小心點 這個… Ivan, 你在這裡適合 我先派一張帖給你 George的 晨早流流派炸彈? 不是你結婚了吧? 是呀 恭喜你, 謝謝… 拍拖半年是結婚嗎? 不是呀, 我上星期才聽到你說想飛他 不是這麼風迴露傳吧? 不用問了, 你肯定攪拌了人家的肚子 不是說是很重的吧? 是呀 大陸入彩人不見我重 無緣無故跟我說大了肚子 焗結 救命 袁先生, Ivan找你了 好 那我先出去 Ivan 你怎麼來了? 你早不早你做事? 早的, 所以快點說 我想你幫我找Kevin生日快樂派對 裡面扮明麗香的女生電話 想拿人家電話? 怎麼樣?吃過一層沒有? 好, 喜歡開竅 但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不是認真嗎? 你不是認真想追求別人嗎? 不是呀 傻子, 這些女生是認錢不認別人的 你這麼認真, 你就輸硬了 人家耍死你 總之你幫我吧 你幫我找她的電話號碼吧 好, 不如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 什麼?上次是你第一次嗎? 太好了… 這個笑男懷春樣簡直出賣你 你玩認真吧? 好, 我幫你找個代理 立刻幫他找 明麗香 你認不認得我嗎? 有認錯人嗎? 這派對, 我用了一段辦法, 之後… 夠了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你跟蹤我嗎? 不是, 我想… 你是不是認得我?你記得我? 你到底想怎樣? 我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你 無故幫忙 不是, 你別走 你說吧 其實上一次我們… 我也沒有經驗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好 不過, 如果你真的懷孕了 我會負責任的 驗這些事, 最少要一個星期才行 好嗎? 我會負責任, 別喝了 第一, 我不是見明, 第二, 我喝什麼 關你什麼事? 你別再跟著我, 要不然我報警 不是, 大… 你別再跟著我 我會負責任, 我會負責任… 我會負責任, 別再跟著我 我會負責任, 我會負責任… 這樣嗎? 你喜歡玩網路遊戲嗎? 是呀… 其實這張卡很舊了 不如你多加一點錢, 換個暴露更好 新機只要二千多元而已 真的要換腦子嗎? 當然要 我們現在做一個推廣 好券, 二、三、八、八 有你全都要的東西 白核CPU, 4GBDDR記憶體 1GB獨立高清輸出, 顯示卡 解像度高, 一定夠你玩 好 完成了 謝謝 不用, 收你三千 我幫人走六一二 好 回去試試, 船機真的行 好 以後有什麼想買的, 繼續回來找我 好… 謝謝 謝謝 再見 再見 你推銷的東西挺好 過了使用期, 加了你薪金 是不是開心的? 到時候就知道了 謝謝老闆娘 努力 知道了 好, 坤依依 有什麼可以幫你們的? 你離開了嬰兒模屆之後 我們的平均年齡 回到二十歲以後 想起也有幫助吧? 不是 老毛主要面對現實轉行 不過也來不開在藍品堆賺食 是啊 你們都沒東西買的, 不妨礙你們了 是… 平均年齡, 我不說 我不會的 我不會的 好, 平均年齡, 二十四吋 平均年齡, 我拿 綠色沒有了, 給你的 我還是不適合, 還給你 跟什麼事? 是你的商務員的手腳 摺不住, 跌到地上 與我無關 是呀, 我也看到 不是這樣跟我們叫我們陪伴 是呀 這間是黑店? 是呀, 怎麼搞的? 是呀 是我不對, 我線手, 我陪, 我陪 不…不關她的事 我看見她剛才特地放手 不關她的事 她…你究竟想說什麼? 哥哥, 韓做嫁娘? 你的唐心度這麼低, 只有這麼小 只能復侵 你兒子, 說話傑傑都是她說 想不到你的味道這麼特別 我不認識她 不好意思, 你這麼多話 是我不對, 是我不穿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不是買東西 請你離開, 不要妨礙我做生意 好不好? 不是呀, 我真的買東西 你想買什麼? 我要那個熱烈碟, 好的 我要醉入那一步 你去逼, 小心地吞, 小心肚子 你吵了?和這個渣男? 你這麼抱的, 你們別笑人家 人家再不生變高齡殘苦 我去洗手間 夠了, 你跟著我幹什麼? 你是不是嫌我剛才裡面還怨不夠? 你先別這麼激動 瘋了, 為什麼我經常會遇到 這些瘋的人? 很辛苦才找到這份工作 你們別人都跑來玩我, 好不好? 不是玩你的, 我真的想負責任 不用, 我不用你負責任 不是玩的, 這些是很普通的 普通? 你放過我, 你這條山路我走走好不好? 你聽我說, 我求求你 我拜拜你, 你不要再跟我 我不介意的… 我真的很有誠意, 我很想幫你… 夠了, 你不要再跟我 不要再讓我看見你, 聽到嗎? 不要再來 三太太, 來, 先試一顆自己瘋的丸子 昨晚沒有吃錯, 昨晚瘋到現在 三太太, 不如你看看醫生吧 先探完老爺 這個女人能走得了嗎? 每次去探老爺都咪咪咪咪的 買她快點去吧 來, 走得了… Jason還沒下來嗎? 快點上去叫大少爺, 走得了 你怎麼樣? 很痛, 昨晚瘋到現在 是嗎?如果這麼辛苦, 別去了 非時中的病菌傳染給老爺 幹什麼? 小姐姐, 要不要看著我, 你放心吧 我等你明天再一起去 你說的, 你別說這麼不算 對了 怎麼樣?又痛嗎? 不行…我快去廁所 老爺 爹地, 以寧不是和你們一起來嗎? 她肚痛, 現在在家裡休息 我不是叫你們約他一起來嗎? 如果她不空來, 你們也不用來 我們既然都來了, 難道趕我們請嗎? 我不是不想你們有爭辯 老爺, 難道我們幾十年的夫妻感情 連單獨見面也不行嗎? 媽媽, 不要這樣 你不肯見我, 是不是有事想瞞著我? Anson很快就跟Beefus過柳西蘭了 我知道你見葉律師 就是想交代要綱繼承人的事 老爺, 你有什麼打算? 我很累, 待會再談 今天無論如何, 我也想跟你說清楚 Ryan的天子是及不上Jason 你也知道這個兒子 他又沒有基心, 又善良 他不懂得防人 是就是貪玩一點, 思想不夠成熟 不過他答應我, 他說他會改 最近我看他對於公司的事都很傷心 只要你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慢慢磨練一下 他一定能做得到 是呀, 爸爸, 你相信我吧 我會生性的 我這次真的會好好地跟二叔學東西 我不會再令你失望 老爺 對不起, 是我不懂得教你 我根本也沒時間教你 老爺,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責任 當年你只顧著他打拼 我要照顧頭家, 又要照顧Anson 根本沒時間理你這個兒子 所以就忽略了他 媽媽 老爺, 你記不記得你還沒發肆的時候 我們夫婦一條心 我幾艱難我也不怕 天還沒光, 我就推著車車的磚頭 從旺角的推到油麻地 從小舖做到大舖 每天真的做了十幾個小時 老爺, 真是連手指頭也埋著塞了 我記得 老爺, 你真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雖然是熬 不過熬得很開心的吧? 我也知道 Ryan暫時沒有資格坐CEO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位置給Jason 萬一他坐大了一個小子 你到時候想把一半交出來也困難 老爺, 我沒什麼要求 我很希望你給Ryan一份, 好嗎? 你真的被我猜中了 你真是不激烈來看老爺 難道你這麼好死 昨晚你請我吃煙鍋 原來你加了料 弄得我今早餐了十幾二十次 剛才你一時沒有陰功 老爺, 你替我評評你 你這個女人這麼生流遠慮 你不要甚至說那些話 說陰毒耍手段 我怎麼給你 當年你明知道我們老爺有家室 你就刻意參加廠商會的飯局 就是想接近我們老爺 好吧, 你如言以嘗, 你進了門 你還處心積累, 把自己的姐姐介紹給二叔認識 還拉攏Anson和Briefus拍拖 我真的很害怕 你這份人居心可測 那是你小人之心的君子之福 這樣而已, 一隻手掌拍不響 要他們倆搞才行 好, 我不跟你說這一筆 你知道你多賤嗎? 之後還有大肚勾引我老公 還有小三 你弄得我傷心過度如小賊 不然…因為你, 我的兒子 才是姚家的長子的孫 是你自己沒有覆盡, 關我什麼事 人家說我是小三 你不看法你自己 你都親你好之父死了不夠半年 就加入苗交了 你可不是大姐心中逼迫 是因為你而起嗎? 表面上還說要照顧Anson 你又負責老爺 等等, 這些是我人格問題 你沒有寂寞, 你沒有連說 你謝偉清, 你沒做過 你用這麼大謊的事嗎? 別告你了 放進去 現在在外教會結婚了 老爺一宿扭新娘 還沒給她做嫁妝 今後我幫Jayson大賣 別吵 爹地 老爺… 老爺, 你怎麼回事? 爹地, 你怎麼回事? 爹地, 爹地, 你怎麼回事? 看看我爹, 你們先出去吧 我去幫朋友做個檢查 先出去… 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老爺, 老爺, 老爺一定要大夫婉 老爺一定要大夫婉 大夫婉, 老爺, 一天都是你 如果老爺有什麼事 我不會放過你的 老爺, 你先不守規矩做我 不然你太偷地來, 老爺都假成這樣 剛才爹地和我們聊天的時候 還好不知是三媽 你說錯哪句話, 氣死她而已 你說什麼? 你再說吧 森李哥 近年奧克蘭的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那些樓價就是你 現在是外交女結婚? 果然一宿九三娘明不給她做嫁妝? 老爺 麥細聰三年前入職耀江 一直都是三太太的私人司機 平時最喜歡跟其他司機交紅消息 最近家裡有事等錢花費 不排除她會把廳廳埋賣的東西 告訴三太太, 以換取報酬 我今天見到她給阿昇 你覺得有可疑嗎? 三媽竟然知道 爸爸送了紐西蘭的物業給我 但這件事除了我, 你和葉律師之外 沒人知道了 你懷疑其日聲 像基叔那樣幫三太太做事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阿昇不像是這種人 我一直都覺得他不妥 只不過他是你親自請回來的 我才沒有調查他的背景 既然對他有懷疑 就無謂留他在身邊 找個機會解僱他 我沒有懷疑, 這樣對他不合理嗎? 好, 那你交給我 我查清楚再向你回報 小心, 看這裡… 好, 拍張照片 好, 接球 真棒 好, 好, 好漂亮 森兵哥 阿龍 阿龍 阿龍, 王仔 阿龍, 王仔 阿龍, 在我右手邊 有個人古古怪怪的 經常拿相機拍我王王仔 什麼位置? 右手邊花草轉角 行, 我去打電話 謝謝 先生, 鬼鬼祟祟在做什麼? 沒有鬼祟祟 沒有鬼祟?在拍什麼? 上個星期有些農友朋友說 有貓頭影出現在這裡 我放假就來碰碰運氣 不是犯法, 阿Sir 拿照片來看看 還不拿? 好 先生, 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 這位先生說不認識你 你為何要拍他? 對不起, 我看你們一家人 這麼溫馨, 我就拍下他 我沒有其他意圖 你需要不需要去這些照片? 最好 拿個身分證來吧 你先把照片都記錄了 記錄了這些照片了嗎? 好 走吧 謝謝, Sir 他連謊話都不會說 日光日霸說影貓頭影 還有, 剛才拿身分證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銀包 有一張私家證明給他 阿彌, 那個名字跟他身分證的一模一樣 私家偵探, 誰會查我? 還有殺蟲水嗎? 沒有, 什麼事? 今天早上有人滅蟲 弄得我想蛇蟲也不行 有兩個禮拜才滅完了, 又來? 誰知道他, 有人投訴吧 弄得余先生親自監督 姚小姐的私人助理余大志? 是的, 那個事很勤力 大小事情都親力親為 我放大, 右上到這一步 給我放大, 右上到這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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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娛 余生 私隱專員工處本小冊子 你有興趣的, 我可以借給你看 不過根據香港法例第486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 你是無權私自開我的駡架體 不好意思, 因為公司有些機密的事 洩漏了出去, 所以我想查清楚 那你真的懷疑我? 是 葉律師和姚小姐在車廂談話 除了你之外, 應該沒有第三者知道 所以很難不懷疑不是你傳出去 這次是禮行檢查, 查清楚了 大家免得一場誤會 余先生, 你的懷疑我很明白 但我沒做過 如果你不相信我, 可以解僱我 我只是一個小職員 你不需要出動私家偵探去撐我 有這樣的事? 我想我要了解一下才行 我… 奇日昇十二歲移民過英國 不過無心向學, 適合不良分子 總是由手好好走打架 有一次差點被人抓去坐牢 幸好他爸爸賠錢了事 十五歲回流回香港讀書 又開了百年小巴 總之生活圈子極度品漏複雜 那你也查到嗎? 要查我就查不到, 是這樣的 我有個朋友 以前跟他在同一間學校 所以資料比較詳盡一點 那也是以前的事 況且我們沒有真憑實據 證明不了是他偷聽 遙小姐, 你既然不想解僱他 不如內部調職吧 我先考慮一下 好, 不如, 遙小姐 事情未明朗之前 你最好還是要小心點 以後有重要的事情 要盡量盡量不要響駛駛駛駛駛 黃總, 你好 對不起, 我現在在馬上 給他再寄你的電話 阿晟, 在前面停一停車 阿晟, 可以回覆床頭電話嗎? 遙小姐, 這個迴旋處不停車 不過我前小姐… 這電話很重要, 我叫你停就停 好 下車 好 阿晟, 阿晟, 你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提防我 疑人物中, 容人物疑 既然你不信任我 我再幫你做事也沒意思 我現在向你辭職, 那你放心 阿晟, 你不準確 阿晟, 閃閃 來, 阿晟, 你不需要 Zenf 或者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没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瘴气 平凡都可有美 历史天高开心 亦要撑起 爱不遂说道理 今日后期突破冲开距离 亦是每天一天 找到你